继2011年推出《火力全开》以及2015年的《你的爱》之后,王力宏终于在9月15日带来了他的新专辑《AI爱》第一集。 作为当年与周杰伦陶哲共创华语乐坛最巅峰盛世的音乐巨星,王力宏时隔两年的诚意之作相信会引起巨大的轰动。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紧跟潮流在QQ音乐发布的这个独家电子专辑却销量欲冷,截至9月18日仅售出69974张,每张5元共计仅有可连34万元。 这对于以往专辑销量动辄破百万的王力宏来讲实在是难以接受的成绩。 反观在6月份同一平台发布专辑《爱》的陆寒,共计专辑销量1364623张,共计682万的收入,而在7月份吴亦凡发布的新专辑6共计销量1683932张,841万元。 其实王力宏并非没有努力争取曝光维持自己的人气,近年来接连参加《葛世英雄》王牌对王牌和奔跑的兄弟,全部都是炙手可热的综艺节目,但也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 不得不承认当年的流行音乐天王已经不适应当下的市场需求,王权的更迭也是历史的趋势。 但是当你回顾当年一起叱咤乐坛的那批音乐人,王力宏、曹哲、张惠妹、SHE、杨成林等人,全部都是空有名气没有人气了。 但却有一个奇葩依旧屹立于乐坛近20年不倒,那就是周杰伦,无论是作为导师参加中国新歌声时的超高人气, 还是去年发布的新专辑周杰伦的床编故事,依旧以单价20元售出112-4855张,共计2249万元收入,不仅没有被吴亦凡路寒甩胎,反而保持着巨大的领先。 旅行